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好久不见 这一碗汤是用了青木瓜 A菜心还有芹菜一起炖的 然后我加了小排 因为最近战所这些蔬菜实在太多了 很容易耗损 所以我把它带回来煮一碗汤 让大家看看要怎么煮 这是A菜心的叶子 它都可以一起放进来 这边看到是A菜心我怎么切 就是用刀子把外面的皮它纤维比较多的把它去掉 厚度不用切太薄 因为要煮汤 芹菜我完全都没有切断 因为我是让它下去炖汤之后呢 我要上桌的时候芹菜我全部都把它拿出来 所以你就不要切碎 接下来看到是这个月专案推广的台湾海盐 有推广价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来自中南烟厂 我家的台湾海盐还有我们的黑胡椒某一些 接着看到的一粒一粒的这个是马告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马告 那马告拿来煮汤有特别的香气 我很鼓励大家都试试看 因为这也是台湾原生种的香料 这样子之后我就把它用压力锅按一按就可以让它去煮了 所以我不用把时间花在等候上面 那等我都忙完要吃饭了来把它打开 它非常的香哦 我觉得青木瓜在煮汤的过程当中就一直散发出香气来 用青木瓜煮汤我觉得很好吃 所以我教大家好啰 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